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亚裔男子多事办公楼内持谢行凶 刺伤最少4人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学发生持刀伤人案 造成至少20人受伤 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4月9号星期三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方面 多事北部一间办公楼 今天发生歹徒直屑伤人事件 歹徒是一名亚裔已经被警方逮捕 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 1人伤势严重 案发在今天上午9点半左右 地点位于Young Street加York Mills Avenue附近的一栋办公大楼 警方接到民众报案 称一人手持尖锐凶器 在楼里见人就刺 警方初步相信 凶徒使用的是一把刀 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后 将大楼的五层封闭 而歹徒则早已被大楼内建议勇为的民众制服 据悉 歹徒是大楼内一间公司的员工 他在案件当中没有受伤 被警员押上警车时 可以清楚看到 歹徒双手沾满血迹 歹徒坐上警车后 对着记者的镜头微笑问好 口中念念有词 但说的并不是英文 案发后 其他楼层的民众在警员的引导下进行了疏散 多是一栋民宅 今天发生火灾 三名消防员在铺救过程当中受伤 所幸的是都没有生命危险 火警发生在今天早上接近八点 地点位于Dupont Street 加Lansdown Avenue附近 消防部门表示 消防员进入民居内灭火时 民居一层地板忽然塌陷 三名消防员掉落到地下室 随着地板坍塌 火警立即升为三级 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被困的消防小组队长在地板塌陷时抓住了边缘 让队员踩着自己的后背爬到一层 最终所有队员平安逃离火场 三名消防队员当中 有一人因为腿部受伤严重送院 但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火势也没有向附近民居蔓延 加果方面 本国税务局网站今天因为怀疑 受到一种名为心脏出血的病毒攻击而部分关闭 令民众网上报税服务受到了影响 眼下正值报税忘记 但税务局今天发出电邮声明 宣布关闭部分网站 原因是安全存在隐患 目前还不清楚各项网上服务何时重开 税务局承诺将为因此受到影响的民众提供适当的宽限 心脏出血病毒能够让不法之徒 获得民众上网时所使用的密码 信用卡号码 以及其他隐私信息 病毒尤其针对网络信息 包括加密电邮 短信 以及电子商务信息 专家提醒使用过税务局网站的民众 为安全起见应该更换现有密码 再来看 北施省一对夫妇两年内五次搬家 却几乎没有交过房租 有房东因此呼吁当局建立房客黑名单 以免再有无辜民众受害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调查 来自北施省的这对夫妇 自2012年起就几乎没有为租住的单位交过房租 二人不仅不交租 而且拒绝搬离 直到房东忍无可忍 或将他们告上法庭 或向法庭申请驱逐令 房东称 二人对住宅租赁相关法规非常熟悉 深知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脱欠房租 据悉 这对夫妇自2012年起 租住的五处房屋 最高拖欠房租高达8000家元 间大广播公司的记者 曾经设法联系到了这对夫妇 他们也曾经保证 会向自己的律师说明为什么不交房租 但至今二人都没有再联系律师 目前受害房东呼吁当局 能够建立房客黑名单 他们指责现行法规 只会让更多类似这对夫妇的人出现 而当局也应该更多的保护房东利益 好了 加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时休息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将为您打来国际新闻 大温房产 3月27日 ValTV隆重推出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道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画 热点聚焦 热门话题 提醒一下 每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间十一点半重播 全新英文财经报道 动机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China Central Bank sounds firm of keeping monetary policy as it is 6 and a half hours to go Global investors wait for US jobs data Are they hoping for too much? Gold prices at a 7 month low Are Chinese bargain hunters going to step the fly? 我是小包 家扯饭热门话题互动讨论 我们的节目中其实每次也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 在节目中回答听众们的提问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微信与我们进行互动 家扯饭节目冯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 我们不见不散 听说你家里私留了一个叫武松的酒饭 此人与你有私交 小人请他教家人一些棍棒 好开武家院 别无他意啊 你又会说 武都头不是那种人 是啊是啊 张都尖的家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的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校园暴力袭击事件 一名大约16岁的10年级男生手持两把刀 在匹兹堡以东市郊的一间中学内 自伤至少20人 全部都是14到17岁的学生 其中7人伤势严重 经抢救后全部没有生命危险 出世的中学在匹兹堡以东大约25公里 事后大批救护车到场 将伤者送院治理 家长也到场接子女回家 事发在早上7点钟左右 学校第一节课之前 现场消息说 一名16岁的10年级男学生 在多间教室和走廊 用刀袭击他人 随后被制服 有目击学生表示 看见有同学腹部受伤流血 之后听到警钟响起 所有学生紧急疏散到校园外面 多人胸口和背部受伤 其中7人伤势较为严重 但相信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有一名大约60岁的男子 当时因发病而要送院治理 警方正在调查动机 好 再来关注马航失踪客机的搜索工作 据悉澳大利亚又探测到了 怀疑由失踪客机的黑匣子发出的信号 当局相信有助于缩小搜索范围 继星期天测到两次信号后 澳大利亚海洋之盾号 昨天下午和晚上 再在相同海域探测到脉冲信号 下午测到的信号 维持大约5分32秒 之后的一次长达7分钟 澳大利亚指 信号和黑匣子发出的一致 相信脉冲信号并非来自生物 源自什么样的物件尚未确定 但根据这四次信号 有助于缩窄搜索范围 对找到客机感到乐观 不过指挥搜救行动的官员表示 接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弱 显示黑匣子电池寿命比一般的30天长 但已经面临耗尽 时间非常紧迫 但由于未能确定位置 暂时不知道何时出动无人潜水机 蓝旗21潜入海底进行搜索 目前会继续派海洋之盾号侦测 因为潜水器会干扰 拖液声波定位仪运作 两者不能同时使用 当天总共有30架飞机和船舰 在位于博斯西北方向 大约2200多公里的海域搜索 搜索面积缩小到 大约75000多平方公里 澳大利亚当局表示 搜寻飞机周二晚 在目标海域发现多件漂浮物 中国海巡01等船舰正前往搜寻 丰田汽车公司今天宣布 因为多个不同的问题 在全球召回639万辆汽车 其中包括在本国售出的超过51万辆 此次的召回涉及多达30款车型 其中包括Corolla Red4 Matrix Yaris 以及Highlander等热门车型 而还有部分车辆涉及超过一个问题 需要召回 这部分车辆包括丰田27款型号的汽车 以及2004年4月到2013年8月生产的Pondiac Vibe 和Supro Trezia 总数达到676万辆 通用的Pondiac Vibe也在此列 是由于此车与丰田的Matrix 属于美国加州的同一车厂生产 而部分Supro是属于丰田所有 与丰田的Ractics是同一型号 此次丰田召回是因为 部分车辆螺旋线圈总乘当中的空气囊 与岛槽端部发生摩擦 继续使用会导致空气囊排线磨损甚至断裂 排线断裂后 空气囊警告灯会点亮 驾驶员座位空气囊失效 存在安全隐患 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 隐患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英国乔治小王子 在新西兰首次旅行王室任务 一起来看 八个月大的乔治王子 在父母的陪伴下 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政府大楼 参与当地的亲子活动 是乔治王子首次出席公开活动 当地传媒报道 有十个家庭带同与乔治王子 差不多大的宝宝参与 乔治王子很活跃 还四处寻找玩具 威廉王子一家三口 是在星期一抵达新西兰 下周会转往澳大利亚悉尼访问 到25号返回英国 谢谢 谢谢大家